可以嗎?Avi我可以跟你換嗎? 你跟我換衣服嗎? 對 跟我現在換嗎? 我是可以耶,我們都是黑絲襪啊 我是奎娜,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呢,是大年初一 然後奎娜打算來玩一個有趣的小遊戲 由於平常奎娜就是穿得比較保守 對,因為我害羞,我會不自在 對 你要騷擾一下那個特質 哪是魚缸 發票寄過去 又不來了,又出去了 所以我朋友就說 他覺得我穿得太無聊了 他希望我可以穿得辣一點 所以我今天就找來我這位很辣很辣的朋友 然後我要跟他做全身衣服的護管 對,就是他穿什麼,我就穿什麼 我穿什麼,他也穿什麼 對,然後我們就來看看 等一下奎娜會變什麼樣子 一段時間後 哈囉,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小小色色的空間 就是我們去旁邊的地方外界廁所 所以我們現在在高級租載區的廁所裡面要換一次 對,然後奎娜今天就穿房換衣 然後裡面呢 是說也沒什麼好看不是嗎 高領,然後又長秀 一樣很無聊 對吧,身體裡頭有感到委屈 哈囉,我換好了 我現在是Emily 有看到我的腿嗎 其實我有點害羞 有點,不是那麼的自在 而且他的高跟鞋好高 他應該跟我說有九公分 我的天啊 好啦 想看腿嗎 就盡視這一次之後 就只有這個時候喔 真的很高耶 他現在還是很燙 所以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沒有辦法穿黑絲襪這樣行 因為真的很燙 趕快點是可以吃到人嗎 好啦 那我們的 大家會想看Emily嗎 還是你覺得Quina的衣服很無聊 就不想看Emily了 會嗎 我搶過來 他好不甘願喔 他現在很不開心 因為他現在被我弄得很樸素 記得 是樸素 簡單 氣質風 這是今天是氣質溫柔的小姐姐 所以你不准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知道嗎 本來是想連車都互換啦 但畢竟假日的北宜車多真的很可怕 還要穿九公分的高跟鞋 這個安全感真的瞬間變零耶 在這邊跟大家說一個觀念 不管你是借別人車還是跟別人借車 你都要有出事被摔壞倒車的心理準備 還有奠奠自己有沒有那個屁股去賠償 這真的跟借錢一樣喔 真的傷感情 所以 那大家 有懂阿坤的意思嗎 考量很多因素 所以阿坤決定 不跟Emily換車 還是 選我自己最舒服的MT03騎囉 坐高清明 坐姿舒適 油門輕盈 車重又沒有壓力 唯一一個缺點應該就是 車頭比較輕 必須要對他尊重一點 我是說 對水溝蓋阿 伸縮縫阿 還有那個 左手離合器不要亂抬 我是說 離合器不要不小心 放太快 然後 又大補油門 萬一 車頭甩起來怎麼辦 放輕鬆 不要太刻意修正想拉回來 就是 放心 安心 寬心 他真的 只是甩一下下 就回來了 懂得就懂 大家 左右手乖乖哈 好熱喔 我們剛剛要去Ling House 然後 Ling House還蠻多人 所以我們改來到 東吳河 然後 今天真的好熱 真的好熱 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遇到了另外一位女車友 她就是Abby 而且 她今天也穿得超辣的喔 今天是什麼的風格 今天好辣喔 我今天跟 周妍姐姐上來 然後一起穿 其實蠻有趣的 對 來 那等一下我們是不是應該給大家投票一下 就是喜歡怎麼樣的queena 是這樣嗎 對 所以 所以 妳要再換嗎 不是這樣子 從匪夷頭換到匪夷 可以嗎 Ebby我可以跟你換嗎 你跟我換衣服嗎 對 跟我現在換嗎 好像也可以耶 我們都是黑絲襪啊 可是我這個衣服都是全部都用針去固定的喔 所以這不是你的size 就是她 因為她是淘寶訂的 然後不是我的size 我來不及修 所以 我用了一堆別針 哇 那還是不要拆動她好了 我拆的話 妳可能會有點痛苦 要全部再別一次 好 對不對 對 那妳覺得我們要去找 我是不是要再找別人換衣服 可以 因為我突然覺得妳剛剛那個idea也蠻有趣的 我就是一直換 一直換 一直換 看我可以換得怎麼樣 跟她姐姐還在換 妳可以跟她換 喔 對 她叫了喔 真的跟她離開了 還可惡 好 要叫回來 好吧 那最後就知道我們兩個又再換回來了喔 對啊 兩位無聊的女子 只有妳 只有 講出來 沒有人叫妳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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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她就上來一包 妳直接當衣服嗎 對 我真的很少穿高跟鞋 因為她都打擋了 我就覺得我要 我要扶不到擋 如果 在路上看到有 不是騎高跟鞋 是穿高跟鞋 所以搭浪女生 妳要有這種佩服啊 因為真的有夠難搭擋 然後那個踩的那個味道啊 超奇怪的 好啦 出份 苦麻 麻油雞 茶油麵線耶 很香很香 雖然今天天氣很熱 但是我就是喜歡喝茶 我有腿 這是海豹嗎 海豹是加油 這是今天昆娜的腿 這不是Emily的腿喔 今天是昆娜的腿 對 然後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你看這裡 然後還有 這邊 還有 反正 我的腿有很多是騎車啊 不然就是自己走路跌倒受傷的 所以我覺得我的腿不好看 所以我喜歡穿短褲 或短褲 對 不會害羞 欸你知道嗎 在路上 要過一個彎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一個人 突然這樣 這樣子耶 沒錯 就是她 哈哈哈哈 我覺得旁邊的人應該想說 奇怪了 今天怎麼有一個穿得很 應該說 騎Emily的車 可是上面的人不是Emily 哈哈 所以我今天 欸我今天回去應該可以收到很多睡覺照吧 因為大家應該都很喜歡穿 就是拍黑絲襪 黑絲襪的妹子 應該是吧 好 好啦 那 我覺得這集應該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給大家賞 賞給大家一個 美美的人車的 B-roll 然後加一個 加一個 性感的配樂 然後就 直接給大家結束了好不好 好像是一個廢片有沒有 但就還是祝大家新年快樂啦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對 新年快樂囉 恭喜發財 紅毛拿來 哈哈哈哈 對 欸 很感謝Emily 借我這套衣服 真的很辣很辣 但 Cuna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看自己都覺得 自己沒有把 這套衣服的 那種很辣的那種精髓 傳達出來 我覺得 衣服 還是還給Emily好了 呵呵呵 這樣 Quina也比較自在啦 不然其實當天 大家 在旁邊看著Quina拍這些照片 影片 我都有點小小的害羞 還是打回原型吧 哈哈哈哈 很多人問 Quina小拉菲呢 為什麼最近都不騎拉菲出門了 其實真的沒有在騙大家 03真的太好騎了 加上平常出遊啊 不想要太累 街車絕對是首選 當然之前有女車友問我 她看Quina騎MT03也想買 但看到原廠設定沒有華麗有點卻步 她想問Quina到底有沒有華麗會差很多嗎 關於這點 Quina必須老實說 當然如果有華麗是更好啦 但不至於會覺得說會很重 03真的很輕巧 不過Quina倒是認為03的離合器啊 跟前剎車的距離有點遠 對手啊比較小的人來說 遇到嚴重塞車 要一直進退檔拉離合器 或者是天氣很冷 手快凍僵了 那個時候就會覺得 拉桿的距離非常的欠改 不過每個人手的大小跟力氣都不太一樣 Quina自己騎這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當然還是那句話 如果有點擔心 自己去試乘才是最準的 畢竟 車會陪你好一陣子對嗎 自己喜歡才是最適合你的喔 很多人呢也會問Quina說 要怎麼拍照啊才會好看 笑起來才會自然 說到這個 那因為現在其實手機的功能都很強大了 所以我覺得用手機或用單眼 個人是覺得都一樣能夠拍到好的照片啦 再來就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像Quina一樣 剛好認識專業的攝影師啊 如果只是請一般朋友幫忙拍的話 你就是幫他固定好位置 之後我們女生想要拍那種 不經意看旁邊的那種表情嘛 這時候拍你的人可能就會以為 你有看鏡頭才是有準備好的 他就死不暗 然後就拍不到很自然的照片 所以你就跟他說 等一下不管我跟你講話 還是發生任何事 你就是一直狂按就對了 當然也是會有那種 講話到一半啊 很好笑的表情 但你的重點是 要抓到最自然微笑 看旁邊的那個瞬間 嗯 不知道大家 有認同嗎 這是Quina剛剛 喔不對 要首先要先歡迎Quina回來人 總戰回來了 對 然後這是剛剛Quina換下來的 哇 有人想要嗎 你現在開放競標 沒有一百萬的話不會給的 我覺得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味道 不是腳臭味 是皮革的那個皮革的那個味道 對 對 我覺得還OK啦 本人覺得 關於這個味道 我覺得還算滿意 對 想聞嗎 想吸一口嗎 那本人要不要吸一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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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